以自在的书写方式实践书道精神 让书法写作不拔骨 书法是固有的中华文化 然而在台湾有渐渐示威的现象 有鉴于此书法家李峰老师 以线条教学取代永字八法 让学生自在挥洒实践书道心法 线条才是书法的骨干 由这个线条去走就不用永字八法 就没有永字八法的挂爱 只是走线条 走线条你就可以很洒脱 我就让你放手好好地玩 自由地写 自在地写 把它当作一个心话 而不是一个书法 让大家没有挂爱下 去表现自己天真的笔触 每个人内在一个小孩子 让他很轻松很快乐地去写 想起老子有一句话说 宁着物巧 就是那种天真的笔触 还有一个是讲心法 就是希望他们写得很快 快到没有办法思考的时候 会有神来之笔 你的潜意识就出来 每个人都是个潜力 几乎是把一笔字变成毛笔字 所以说写出来他们自己会吓一跳 原来自己的字那么漂亮 这个是人人可行 已经不断地实验 李峰老师跳脱书法传统永字八法教学 让学生心无挂碍 像玩游戏的方式自由发挥 学生在书写时也能获得心灵的安定 并激发学生的潜能 让书法写作变成艺术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 台南采访报道